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行政院卫福部推动社会安全网计划 在全国成立了7家儿少保护区域医疗整合中心 花莲慈激医院从107年7月开始 承接花东地区儿少保护医疗中心工作 26号的上午举办了109年成果发表会 县长徐真卫清零现场并且颁证了感谢状 未免所有投入儿少保护的医疗人员辛劳 也期盼更多的医疗人员可以加入儿少保护的行列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化 家庭问题层出不穷 儿少保护个案也不断增加 行政院卫福部推动社会安全网计划 在全国成立7家儿少保护区域医院整合中心 目的就是希望让儿虐个案的服务可以更加完善 对着中央的政策 把花东我们这些儿童把它保护好 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们医院你赚个十万一百万对我们没什么意义 可是你可以一个一个小朋友让他保护好 那这是最大的意义 花莲慈激医院从107年7月起 承接花东地区儿少保护医疗中心这一项计划工作 县长雪正蔚感谢持激医院的团队 以及所有医疗人员的努力 在多方通力合作 让花东儿少保护服务可以更加的完备 现在我们讲到儿少保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可能是高离婚率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现在青年青少年的问题 可能是未婚怀孕生子的部分 面临到不会去教养孩子 或者是他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好 他当过父母以后 然后就做了一些比较轻率 或侵害到孩子的权益的问题 很多的细密的工作其实牵扯到层面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卫政 社政 警政 另外医疗的部分 其实都必须要整合起来 还有教育 因为教育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大二问题 可是我们一定要积极来做 而且把这一张网有点移基点 把它支撑力量更大 而且更加的要深入 现场许正卫表示 社会上仍有许多的个案存在 更期盼未来有更多的医疗人员 可以投入儿少保护的工作 让每一个家庭都有温暖 花莲会越来越好 记者林杰 花莲市报道